俄美领导人上周五同一天公布年收入 普京个人的去年收入约合64万元人民币 克里姆林公网站周五发布去年部分俄政府高层官员资产清单 清单显示总统普京拥有三辆俄罗斯国产汽车 一套77平方米的公寓 一间车库和一小片土地 去年收入将近370万卢布 约合64万元人民币 比前年减少约200万卢布 但没有透露减少的原因 但是他并没有说他还有其他的业外的收入 那像美国的话 他们就必须要报他的业外收入 包括他出书的版税 包括他缴的税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那我认为普丁的财产到底有多少 可能他官方公布的并不能够说明一切 与克里姆林公其他官员相比 普京的收入属于最低水平 低于大部分内阁部长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鲍里斯·涅姆索夫 去年曾经公布了一份报告 声称普京拥有58架飞机和直升机 20座装修奢华的别墅 以及11块价值不菲的手表 尽管普京团队回应称 这些都是国家资产 普京有权使用 但仍旧引发民众质疑 分析指出 这次俄官方公布普京收入 可能就是为了反击这种抹黑 另外公开资料还显示 俄罗斯人均收入最高的莫斯科 市民去年人均月收入超过45000卢布 约合90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人均年收入约合人民币10万左右 比如说俄罗斯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好 但是他的物价水平相当高 大体上说 我觉得从这个数字公布的来看 我觉得绝对不是 一般收入当中很高的水平 因为据我所了解 他的一般的包括知识分子 包括医生律师恐怕收入都还要高得多 周五普京还批准了2014至2015年反腐败国家计划 根据俄罗斯法治信息网公布的文件 为预防腐败官员的收支情况 将用专门的计算机程序进行跟踪和分析 同时俄罗斯还将制定措施 掌握官员在国外开户信息 反腐败国家计划由俄总统在2008年7月首次签署 此后每年制定新版本 普京曾强调腐败是俄罗斯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 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3年腐败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高达210亿卢布 约合7亿美元 而反腐刑事调查挽回的损失只有10% 同一天就在普京个人资产公开后数小时 白宫晒出奥巴马夫妇去年的收入 奥巴马和妻子米歇尔的2013年报税单 显示这对夫妇去年申报收入约50万美元 约合311万元人民币 比前一年减少将近13万美元 在50万美元的年收入中 奥巴马担任总统的年薪为40万美元 媒体解读 奥巴马夫妇去年收入减少 显示奥巴马参与著作的书籍销量继续走低 奥巴马与普京同一天公布个人财产 是巧合还是另有意涵 颇让人完美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两个国家不光是在目前的那些冲突问题上 而且在国内自作建构上 普京还是有一番雄心 我觉得能证明的一点就是 俄罗斯当局还是有军心 达达实实的推进反腐败的举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